过去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六四屠杀和中国奇迹 就是在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为今天我们谈到所谓中国奇迹 所谓中国模式 简而言之那就是在中共专制下搞资本主义 而且还取得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这件事情当然和六四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六四屠杀才终止了整个八十年代的 那么要求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浪潮 才使得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得以维系至今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中国中共搞的经济改革 那么其实从一开始 明显然就可以看出所谓改革 无非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 那么经过六四之后 由于苏联东欧这些相继发生巨变 那么中共当局一度就是非常紧张 那么很多保守思想一度回潮 他们就认为呢 既然这个政治的自由化 是和经济的自由化紧密相连的 我们现在要反对政治的自由化 那么同样呢也要反对经济的自由化 所以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在回潮 可是在92年南巡的时候 邓小平就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 不问性设性资 因为邓小平现在他就想明白了 他说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 就怕别人说我们搞资本主义 因为我们共产党搞资本主义 那就等于我们承认我们共产革命搞错了 那我们共产党凭什么还叫共产党 凭什么还在台上一党专政呢 所以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呢 还要这个羞血哒哒 遮遮掩掩 那么现在六四了 人都杀了 老百姓不反抗 是因为他们不敢反抗 没有能力反抗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反而没有这个顾虑了 我们这时候搞资本主义 搞了就搞了又怎么样 所以他六四之后 你看到九二之后 中国在搞资本主义方面 那么是比六四之前 还搞得更 走得更远 那么由于资本主义 当然就原来共产 社会主义要有效的多 所以这也促成了经济的发展